近日,当红明星冯绍峰和赵丽颖领正仪式在网络上公布,收到广大网友的祝福。 娱乐圈又多了一对金童玉女组合,让短奏在手机前吃瓜,的单身狗门羡慕不已。 然而这件事公布不久,冯绍峰家中的豪车就被曝光。 网友看了之后惊呼,难怪赵丽颖会嫁给他,到底有多少好车能让见多识广,的网友都大为至今呢? 咱们一起来盘点一下,早期冯绍峰刚出到还没大红大紫之前,他就拥有一辆奔驰2350,作为日常通勤用车。 虽然和现在的车不可同日而语,但这辆车在当时也要花去近80万元。 随时事业定争事上,作品逐渐增多,片酬也水涨船高起来。 收入不错的冯绍峰又购入了人生第一辆跑车保时捷911,这车的落地价格超过180万元,成为当同一线明星之后,又开了自己的公司。 收入成爆炸式增长,冯绍峰喜欢车的兴趣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 前几年,冯绍峰逛一家法拉利4S店,并购买了店内价值500多万元的F12超跑,一时轰动了整个好车圈。 在上海某高档小区的地下四人停车位里,又有网友拍到了这辆被车照照住的红色法拉利,而旁边停着一辆奔驰D65AMD越野车。 要知道这两个车位属于同一位业主,也就是说超跑旁边这辆价值300万元的奔驰艇也是冯绍峰的财产。 实质今日,冯绍峰还购买了麦凯伦P1,宝石捷,918等售价占2000万元以上的超级豪车,在买车方面花掉的钱估计,已经不止1亿元,这一数字连王思聪都自叹不如。